社会中心,台南报道台南26日凌晨发生一起杀人未遂案,匿名男子惨遭枪击,涉案3名嫌犯27日携带两把改造手枪投案 公称起因是两派人马口角冲突,不约见面谈判,中西区派系两辆车持现弹枪,土制手枪朝安南区派系狂射,才爆发枪战 外传,两派大哥最近刚出狱,小弟起口脚各自呛出老大名号,安南区势力因一句不知道我大哥是谁吗,引发火拼 事发于26日凌晨,城大医院报案有三名疑似枪伤病患,警方到场了解,19岁周姓被害人声称,开车载两名有人行经安平 地区前往关西平台游玩,因为按了一声喇叭,突然被连射酒枪,造成左大腿中弹,乘客照姓,朱姓男子手部也被子弹划伤 台南枪击案,传世两派黑道势力纠纷 图,记者林月翻射,夏童隔天19岁翁姓男子及30岁徐姓男子随即带住关系人一起投案,销出作案用访被瑞塔改造手枪一支,访土耳其914手枪一支,盘侠两个,改造子弹两颗 其中,翁姓少年有诈欺前科,现诈欺通缉中当时驾驶红色BMW,徐南则坐在副驾驶座,一路朝住周南往死里打 外传,其实周南市遭两辆车包围欲谋杀人,原因就是两派势力纠纷 中西区和安南区大哥最近都刚服完行出狱,拥有各自小弟连马,日前双方 起了口角争执,小弟呛出大哥名号,安南区假装不知道,依据你不知道我大哥是谁吗? 印爆战火,小弟们在脸书互呛,保卫大哥名号 双方派系疑似日前约好见面谈派,结果安南区人马躲进派出所,遭中西区嘲笑 后来隶属安南区的周南道五厅被发现,一路遭中西区人马两辆车夹击开枪 据悉,当时翁姓少年驾驶BMW和另一辆车,各自拿住线弹枪,阻置手枪疯狂扫射 才让枪击暴暴光 在 heaven正好 身的桶级 这条 Բ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